以下我們有請主管經理級Matthew 和經理級Joey 講解網絡行銷方案的新產品 新計劃新機會 有請Matthew Lai和Joey Wang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ey 我是Matthew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網絡中心 分享B2B商機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從事IT行業的 一直做了二十多年 一直都去打工 建設著很多打工的不穩定 以及不安全感 幾年前就找了很多機會 IT人有很多秘勞 大家知不知道 我做秘勞之間 我就認識到美安 當時推薦人給我介紹了產品之後 我就最喜歡的就是網絡中心 網絡中心給了我們很高的零售利潤 還有我知道做一個網站是不容易的 幸好美安公司有一班好的團隊 去幫我們做網站 其次就是分紅制度很公平很公正 我很欣賞的地方就是要幫人成功 自己才是成功 我的目標就是 快點擁有很好的永續收入 從而離開我45年的計劃 Joey 你又怎樣 大家好 我2015年的時候 我是在做傳統生意 我做一個樓上店的小店主 可能今天在座也會有很多小店主 是嗎 是嗎 當時我認識了一位客人 他向我介紹了美安網絡中心 還幫我做了一個我很滿意的網站 我用了大概半年左右 我覺得其實我的網站也不錯 也不錯 我覺得香港其實很多 好像我這樣的小店主 雙機處處 所以我就決定由一個用家 變身做一個經營者 因為我知道美安網絡中心 是一個win-win-win的生意 怎樣叫win-win-win呢 聽著吧 作為一個超連鎖店主 可以賺取一個很豐厚的零售利潤 他可以幫我建立我的團隊 最好可以幫到我的客人 做生意的朋友 可以提高到他們的生意 他們的利潤 還有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零售利潤很高 問一下你們 考一下大家 知不知道我們平均每賣出一個網站 我們的零售利潤呢 大概是有多少個percent 知道嗎 一千倍 嘩 好快喔 好厲害喔 給點掌聲 嘩 好厲害喔 有一千倍 percent零售利潤 沒有聽錯 真的是一千倍的 那是不是很吸引 都很吸引 是不是 其實BV都很不錯 所以就算我們有短期目標 或者我們的長期目標 我們都一一可以很有計劃地達成得到的 講開零售利潤呢 大家都看到 你知不知道 每買一個網站 香港平均利潤是多少錢 大家看到了 七千七百元 七千七百元意味著什麼 大家知不知道 是香港美安零售最高的獨家產品 沒錯 意味著什麼呢 如果我要一次過賺七千七百元 意味著 你要賣一次過賣 四十點九支的Penteso 嘩 或者 四十二點七支的OPC衣服 嘩 或者 一百九十二點五支的Warrior Spa 洗澡沐浴露 嘩 你們能不能做到呢 這個靈場理論是否很吸引呢 不僅如此 每買一個網站 我們都有二百三十個BV給我們 每一個顧客 每一個月都可以給我們三十個BV 我們 還有我們有其他數位行銷產品 可以給到五至一百個BV和零食 去給我們的 嘩 好厲害 我們做生意呢 通常在商場呢 都要求你兩年 你的舖頭呢 全的舖頭你都要做裝修一次 是不是 那我們 其實做網站都是一樣的 我們網路中心呢 有一個設計中心幫我們的客戶 去重整他們的網站 幫他們重新設計一個很漂亮的網站 每次我們有不同的網站的package 每個package呢 其實全部都有BV和零售利潤的 所以你每隔兩年幫你的客戶裝修一次 你又有BV又有零售利潤 是不是很棒呢 是啊 絕對是 不單止這樣 我最喜歡 剛才我們所說的那麼多的BV和零售利潤 我們都可以 尤其是BV 我們可以下放給我們整個團隊去共享 剛才說的二百幾三十幾個BV 全部都可以下放給我們團隊 再加上 我們藉著 我們分享我們的購物年金 分享我們的網路中心的服務之後 其實跟客戶可以再分享我們購物年金的概念 因為我們可以這樣去擴闊他們的銷售層面 和成本開支的範圍 從而可以令到我們 令到他們認識我們的生意 Joey你也是這樣加入的 是吧 絕對是 我們重溫一次 每個網站 我們可以有二百三十個BV 每個會員客戶 可以有五至三十個BV 給我們 還有所有其他數位行銷產品 我們都有業績點數和零售利潤 作為顧客的你 Joey你覺得怎樣 作為顧客 其實我會很著重 用產品怎樣可以幫到我的生意 去提升我的曝光率 我的知名度 最重要就是幫到我的生意額 所以我很喜歡美安網路中心這個服務 因為很簡單 做了一個網站之後 又幫我做了搜尋引擎優化 令到我的生意 我的公司可以在Google的排名 排得更加好 我的客戶就很容易找到我 之後再配合做Facebook廣告 Google的廣告 所以對於我的業務是非常之有幫助 不錯 還有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以幫我連接到Shop.com 這麼大型的一個購物平台 令到我的公司 可以很快就有成過萬的客戶 認識到我的公司 這件事我真的想都沒有想過 Maffie 真正 是啊 我想問一下 其實之前都聽過有很多成功案例 其實都是外國的網站 Maffie會不會有些香港的呢 當然有 我在GMTSS課程裡面 都收到很多夥伴要求 介紹一些香港的成功例子 來到大會 當然有一個獨家消息給大家 第一個網站我介紹的 就叫做YoYoEyeshock 這個網站 其實有所不知 他未用網路中心之前 其實是店主自己親自做一個網站 當然你要知道 自己做網站其實很辛苦 設計和功能上都有所不足 好了 接著他們就看到美安網路中心的產品 最重要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網路中心設計中心 可以幫到他 重新突顯這個燉湯這個品牌 比之前的品牌更加突出 其次就是 一個很完善的購物車 可以讓店主很全面地靈活 設定他的不同的價錢 不同的折扣 另外他的會員制度 也很方便給客戶進去之後 提升他的購買 因為很簡單的登記功能 從而令到整個網站的生意額 大大提升 真的漂亮了很多 不單止香港 連九龍那邊都有 九龍佐敦道這間活發社 其實他未做網站之前 只是一版很簡單的頁面 其實他的產品的顯示 不是很吸引的 當他用了網路中心之後 其實他多了很多響認識的服務 互動的功能 以及很全面地突顯了他的服務的形象 令到客戶可以很容易 透過社交媒體 去接觸到這個網站 你看到這個這麼漂亮的網站 你多看幾次 頭髮都要多長一點 Mathiel 這個Partner Store 真的適合你了 沒錯 我稍後就要登記了 快點 是啊 所以其實一個公司 如果你就算只是做了一個網站 沒有其他的配套 就好像你靜靜地開一間店 但什麼宣傳都不做 其實你這樣做網上的生意 是很難會成功的 所以美安網路中心 買的不只是一個網站那麼簡單 當中還有很多不同的系統和功能 例如我們有電子郵件系統 客戶服務的系統 電子商務等等 還有配合社交媒體的推廣 因應不同的行業 我們有不同的需要 就會做到很多不同的宣傳 所以美安網路中心 絕對是中小企業的一條龍服務 嗯 正啊 咦 那作為經營者 Joey 網路中心可以給我們什麼訓練和服務 我們呢 美安網路中心呢 我們的產品呢 是更新的很快的 平均三至六個月呢 我們就有一些更新的了 包括了系統的更新 和功能上面的更新 還有呢 對於我們經營者來說呢 都有很多不同的新資源 和工具去支援我們的 就好像呢 我們有一個專屬的後台網站 是支援網站來的 Mawc411.com 我們呢 經營者所需要的所有資源 工具 全部都在裡面的 還有當然就會有個很帥仔 很專業的前台 讓我們可以展示給我們的客人 看得到啦 還有呢 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呢 網路中心都會有很多 最新的消息公佈的 透過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YouTube Blog等等等等的地方 所以呢 令到我們在 雖然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文化 但是我們一樣呢 可以將這個生意做得很成功的 嘩 真的很棒 沒錯 講到呢 新的工具呢 一定要呢 提一提 我們呢 有一個全新的 歡迎手冊 Welcome Guide 特別呢 是新的網路中心經營者呢 建議大家一會兒 一定要下載來看看 因為呢 裡面呢 就會有了我們的 有一個很帥仔的 當你啟動了你的網路中心之後 我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應該怎樣去開展我的生意呢 不需要擔心 接著你的checklist 一步一步 就會帶大家去開展你的網路中心生意的了 咦 出了沒有 哦 來了 Matthew 問一下你 你知不知道呢 其實呢 我們網路中心呢 提供的支援 對比起我們其他的獨家代理產品呢 都要多的 是啊 是啊 因為呢 譬如呢 好像我們經營者一樣 我們不是個個好像呢 你那麼厲害 是IT人來的嘛 那我們賣網站喔 一定會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難的 但是呢 我們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呢 我們可以借力網路中心 因為呢 怎樣去借力呢 因為我們呢 可以約銷售會談 就會呢 有一些在美國 我們很Pro 很專業的專員 就可以呢 幫我們去 為我們的客人做示範 還有解答我們客人很多的問題 就算呢 當我們的網站賣出了之後呢 客人都可以通過我們全球24小時的支援熱線 就可以解答到所有問題 那對於我們經營者來說呢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訓練的喔 除了在GMTSS裡面的訓練 我們可以找得到之外呢 從今年的一月份開始 網路中心在每一個月都會有不同的主題訓練給我們的 可以通過Wrappinger 在網上呢 免費地去做訓練的 是不是很棒啊 嘩 真的很好啊 是啊 所以之後我們還如果miss了都不要緊 還可以在YouTube那裡重溫 你看到了 畫面所見呢 我們2018年開始呢 每一個月呢 網路中心的網上訓練呢 都有不同的主題和目標 讓大家可以很全面地知道 每一個網路中心的功能 和我們做銷售方法的 再加上呢 我們有meet on的課程 第一個呢 我們網路中心全力充斥呢 就是幫所有網路中心的經營者 幫你設定目標和行動計劃 目的呢就是在最短時間裡面呢 達到最大的產能 其次就是針對顧客的活動 我們一年做三次的針對顧客的會談呢 其實是讓顧客去看 很全面地知道我們每一個產品的 內容和功能 第三了 再加強推廣了 大家可能有留意公司都會發佈一些 數位行銷的高峰會的網上會議 那我自己親自都有講過的 那這個就主要給每一個網路中心的 經營者和客戶 很全面地認識到我們網路中心 數位行銷的產品 讓他知道他的需求 讓他知道他自己有什麼重要性 讓他容易了解 到最後了 我們有一個叫做 全力重新檢視的服務 那個檢視就是 幫你將你每半年做一次 重新將未有跟進的客戶 重新幫你跟進一次 未成交的客戶呢 幫他提升成交的機會 讓你容易提高你的銷售機會 嗯 最後的請問 好了 Mathiel 我知道網路中心 也有幫我們設定了很多不同的目標 和競賽活動 是的 網路中心一年舉辦很多競賽活動 包括我們的個人獎項 和全能獎項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今天公佈的就是 完成最多網站 預約會談 和全能獎 就是全世界最多銷售 是哪一位 你知不知道 就是我們的 Maggie Shoo Maggie和FanB先走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很長 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請教Maggie 我也要請教她 這位就是Maggie 咦 那我們現在是時候 行動了 沒錯 今天有很多BREAKING NEWS 我們都不收拾 美安公司 我們以往賣網路中心 要說多少錢 2730元 現在公佈 在座每一位全部免費送給大家 耶 每人有一個 當你現在在後台購買網路中心 你看到是0元 然後啟動HKWC SP 就是擁有網路中心 如果你之前擁有過 但想重新再啟動 去回HK6051RA 就可以延續你網路中心的服務 嘩 很棒 大家不要坐過 那我們有了網路中心之後 下一個行動是甚麼 啟動的網路中心之後 就當然是上課要學習 大家拿起手機 拍一拍這個QR Code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QR Code裡面 就有我們接下來的GMTSS課程 101-201 其實為甚麼要上課呢 101-201 就是為了我們可以幫你們 去成功完成銷售 成功完成銷售 才賺到1,000%利潤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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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記住拍照 知道嗎 好了 我們下一步就要行動 我們在GMTSS課程 見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